都在原廠保養 你不用擔心 啊 今天什麼東西壞 不甘愧不可以換 完全沒有就沒事啦 二哥中 東西不用錢的 你換完白癡你而已 一定要換 所以目前來說 他現在跟新車 沒有什麼力量 你相信我 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五角汽車 豪哥 阿豪 今天跟各位介紹這一台 HIRUS HIRUS 早期的海力士就只有翔行車啦 後面他再做這架 雙箱貨卡 皮卡 這架是2020年11月出廠 2021年領牌 人家說是2021年4啦 皮卡的盛行 他是從雙箱皮卡合法化 早期你在看美國店裡 剛才都塞貨卡啦 幾乎沒有塞轎 沒有塞貨車 它就是折中 在那一架皮卡上面 你可以騎車 你再載貨的時候要怎樣 你塞貨車 你沒有騎車的那種 舒適性要怎樣 你塞修旅車 你也只能坐著舒服而已 你也沒有貨車的 靈活運用空間 所以在外國 阿豬就是剛剛 集所有功能於一身 所以這種皮卡可以盛行 以前為什麼 皮卡 我們台灣沒有那麼盛行 因為 我們在2017年之前 它的規律就是貨車 只能坐兩個人而已 後面是沒辦法坐人的 應該是2016年底的時候 我們正式把他這個雙箱 雙箱就是可以坐五個人啦 像叫車這樣是合法的 那時候開始 皮卡大紅大紫 信叫公司 賣到冰棒球 馬芬達啦 阿咬那個 大家都知道 那隻Range Polo那隻不會翻譯金 真的翻譯金 還沒有貴 當初是 新車加一個 我英雄如果不快 就只有百三四萬而已 但現在已經開得不少了 我告訴大家 吃皮卡 現在賣得很好 很不合理 我們正常 我們這隻 2.8cc 其實它的穗金 如果以自用車這種雕像來講 一年的穗金 要兩萬兩千四百塊 你知道皮卡多少而已 它屬於貨車的牌照稅 減免 它是才有歐倫的 才有引擎 燃料稅減免 這隻 一片 這片 實用性那麼豐富 它的穗金 只要有一萬 過四百塊 它有轎車的這種 褲子 懸吊底盤 這就是會舒服的 前車主 很高興 這皮卡 一般來說 都在八山料材 露營 走那個梨令道路 所以說 會放一放八八三千六皮 或是說 外表沒有 它有這個 上車踏板 這塊很實用 皮卡比較高 你要載 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沒有這個踏板 它是沒辦法上去的 旅圈到現在 完全沒有刮傷 非常難得 二千四條連 我剛才前後看 應該大概有八九成心 買到你就不用再開了 論說 它有做這個 類似空力套件這樣設計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後面它是配 LETA 一個正山 一個道山的設計 不錯 好看 然後 後面 它 阿浩買皮卡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其實我看到很多的改裝品 它這個傳統的是用這樣啦 我有看過人用 你像Rangel 它就是做鋼繩的嘛 我有看過人比較油壓 它這樣放下去 它就慢慢滷下來 這樣 等便又出爛 我是覺得這一點點力道是還好啦 但是女生可能會比較重一點點 那後車廂的實用性 你看一下 它就是可以尊重回家嘛 阿你如果要買一家回家 口腰回家在曬起來 就是輕輕噴噴 輕輕噴噴 像在騎巴用條 這種就是吃屁股 油壓就是 我們軟性很舒服 像在前面道的碰液 前車主應該不是在載費使用的 它這個後車有夠乾淨的 完全沒有任何刮傷 好 我們到內裝看看吧 走 皮卡就是有 我們愛的車內空間 對 我有特別委屈把它調整成 豪哥的身高 我剛才霸心嘛 我在塞車 它這樣 兩個拳頭寬的角度 我感覺合情合理啦 這個前座空間洗過的需求 我們一看後車我們就知道 OK 後車了 來 看這個 帶過來 欸 以前 這種 後車其實它就編制在回家 配車是沒有 後邊可以坐 只能兩人做 你看現在後邊變五人做的 它的空間 運用 前面我調整兩個拳頭寬 後邊也是兩個拳頭寬 很貼心的 後邊還有做這個 4公斤的掛烏公 我們剛才去買東西 可以 熱湯什麼東西 可以掛在那裡 還有配一個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使用後邊有冷氣口 真的差很多 後邊坐車的 剛才空氣對流 要來到這裡的溫度 可能的 登高到很高 剛才剛才你會吹得太多 後邊 還要很滑 就是這樣 走 我們到前面去 了解一下佩佩 以前 我好像一種選擇去買冷氣的人 我覺得真的有一點點吃虧了 海力是Toyota的原因 不得陷了 如果要再有 塞到陷Toyota的原因 我說真的 真的塞不壞 人死車還在 我沒跟你吵架 現在剛才找一個北方公里 配比外表 比較明顯的就是 LED的頭燈 配置型燈 LED的電子後視鏡 真的給的很足 現在說裡面內裝 數位儀錶盤 咖明的導航 全世界公認 想準想好營的導航系統 就是咖明的 你看客人採手機 大家就配這座咖明的 好啊來 它給360度的環境影像 而且它的解析度很高 不像福特 它的環境影像 選配 給錢我才給你 我們海力士 它是基本配置在裡面 要給你的 還有比較不容易的系統 氣氧數也很充足 我如果沒進去 應該是八顆吧 再來 自動跟車 車道便宜 車道維持 自動煞車 Label 2系統 我們這隻是全書域的 全書域真的好用的 來行的 在選根車 不是高速根車 我們在選低速根車 車嘛 你就把它切成 腳上去盤腿休息一下 不用在那邊 煞車油門 煞車油門 會很累啊 全書域就是 任何速度都可以作動的 配置手自排 再來 恆溫系統 我覺得 看 這隻營業是直接修旅車了嘛 配備真的很充足 它有 柴油引擎大鳥 你買柴油 喝杯子的力量 這邊有 配置動力模式調整 有一個Eco Mode 還有一個Power Mode Eco Mode就是新油的 起來限速50公里 稍微到20-30公里 你可以再用Eco Mode 反正現在動人對你來講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Power Mode就是 你現在黑髮熱血的 你娘 你爬今天想要來試一下車控的 到底這隻有 我就跟人數量一下 真的不錯 這個按鍵你把它試一下 你的車頭部很棒 但是相對油耗量會提升 但是油耗 貴不太小啦 世界上沒有耗油的柴油車 你買去這幾個 那四輪傳統可以調整 它有氣氦吸露 氣氦就是 四輪高速檔 跟四輪的低速檔 還有二輪傳統 這個模式 你可以自己調整 你娘的道路 就頭路 撩開了 你就用路檔 路檔就是低速檔 當初 買新車到現在 都還在原廠保養 也不能在外面保養 這家車的內容 真的有夠漂亮 死不漂亮 這絕對車扣車 絕對的 大分幾百車扣車 這家還有營冰燈 還有裡面的氣氛燈 不錯 這家2020年11月份出場 2021年的1月份領牌 Toyota也原廠保固 4年12萬公里 這家裡還有4萬公里人殺的 還有它的報告 是報告到 明年的1月15號不長 但是也夠了 本來的報告 你如果報告來 有任何非人為的信息 那全部完全都要跟我們出去 所以他現在這家車 都還在原廠保養 上一次的保養是 2023年10月30號 這8萬公里的保養 當時後的里程數是81337 我說真的 不應該就去幫你 找公里所來揭露給你 你都怕買到調表一下 要怎麼見面公里所 進到價格的原廠保養精度 那現在真的可以查原廠保養精度 其實也不行嘛 你真的去查人類似 切到人家的個資 我們真的完全的技術 我們同樣問一下 人家在口頭上 跟我們回覆一下 其實我覺得 我們很用心做這件事 就是要讓你買得比較安心 這樣了解 現在的里程數 85547 所以你說1萬公里 這家車保養 所以後一家保養 你就要做8萬 後一家保養就是9萬 還沒有到下次的保養里程數 好給你克服一下 全世界賣的排名 前兩個大的顏色 叫做黑跟白 但是皮卡特典的 你會記得哦 皮卡賣的最好的顏色 絕對你想不到的 是灰色跟銀色 因為它不容易髒亂 白色久了會泛黃 黑色很難經歷 太陽紋 髮絲紋 什麼東西 一顆灰塵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很多皮卡是為了我迷上的路由 我都會找的秘境 因為我這系列傳統 可以在那種 你下不去的地方 我們下得去 你爬不上來的地方 我們爬得上來 所以有一些壞路 也噴得過 所以這種好整理 而且不容易看到髒亂的 灰色跟銀色 是賣得最好的兩個顏色 重點 給你們看一看 這台車 你如果以平均行情 我們都自己查一下 所以你搜尋 2020到2021行情 你如果出來 平均行情會落在於 125至132這之間 我們這台要賣多少 100 5萬 105.8 不用-8了 行情查一下 你就知道說 我們真的賣你 很優惠 再來 新車現在在大企業 我如果不記得好像 已經漲到159.8 0.9 那時候 106萬 這樣剛才很儲 5-60萬 那個新車 沒有5的車 來中 有夠水 我自己穿這支架車的 我不要來中 你真的看不出來 它已經有使用8萬公里了 8萬公里一年跑2萬 好像有點多 但沒有在比喻這個問題 價格上面有直接優惠給你 都在原廠保養 你不用擔心 哎啊 那些什麼東西 不要 不感慨 不要換 我們想不就沒事了 報告中 東西不用錢 你不換 8-7-8 一定要換 所以目前來說 它現在跟新車沒有什麼兩樣 你相信我 而且買回來的時候 我有試車繞一圈 真正是底盤 無神無神 QDD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 喜歡上這台車 不知道說到底 我會駕車多少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 右上方 叫一個QR Co 這個叫做 虎甲仙菇妙的QR Co 仙菇你的車子 感覺很奇妙 我這樣 我就符合我的預算 符合我的收支平衡 加給我的QR Co 大致上 我就先把你的舊車 先讓你知道 它的現有的行情是多少 這個東西吃力不討好 沒有人想要做 包括你在台北 我現在問人家說 別人在買 我給你補行情 說真的 不賺錢不賺錢 就是希望可以服務 我們廣告的粉絲好友 影片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訂閱 然後按讚開啟 右車的小鈴鐺 我是你們買車的好朋友 牙膏 你找 真心車 牙車你找 我真心好 OK 我們下一集見 Bye 實在就是 SUM